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婆婆在客厅大骂 让赶紧出来做饭 要不然老公下班了 回来没有饭吃 我没有出来 婆婆就开始继续地大骂 结果老公回来了 婆婆就向老公投诉我 说我懒不做饭 老公不帮我 还说了我 我气得和他们搭炒了一家 晚饭也赌气不吃 就在房间哭着打电话给妈妈 第二天妈妈很早就来家里了 妈妈脾气爆 我以为妈妈直接来找婆婆干架来了呢 结果妈妈轻轻热热地拉着婆婆出去了 回来时他们两人手上提了很多大包小包的东西 妈妈嘴上还说要做一顿好吃的 犒劳一下女婿和我肚子里的孩子 然后就和婆婆钻进厨房里 谈笑风生地做起了饭 我偷偷地在厨房门口听到妈妈说 亲家母 说句老实话 我的女婿真的是很优秀 这得感谢你把她培养得这么好 不过我的女儿也不差 最起码她懂得挑个这么好的老公呀 说真的 当初你对这门婚事是不太满意的 结果你儿子听你的吗 不听是吧 还是娶了我女儿 我女儿不是记仇的人 她也不把这些事放在眼内 结婚后你让她干啥她也干啥 可是她肚子里怀着孩子呀 要是在市场或者厨房摔倒了 商找的可是你的孙儿啊 再说了 厨房的工作 我和你都干了一辈子了 现在生意还可以 能帮他们就帮一下 等我们老了 他们也会照顾我们的 你看我儿媳嫁进我们家 我都当她是女儿一样 她也当我是妈妈一样的 说真的 我们老了 靠的还是儿媳亚 儿子都是干大事的 哪管得领家里的鸡毛蒜皮 再说了 儿子大了不由娘 我女儿还是善良 换作是别人当了你的儿媳 她怀孕了你天天逼着她干家务 她早就跟你干仗了 即使表面上磕磕唧唧的 那她一定会在你儿子面前吹枕头风 甚至和你儿子搬到外面去住 不要说老了不管你 到那时你想见见你儿子孙子都见不到 为了家庭和睦 我们做长辈的就要先戴好头 让家里一吞和气 吃饭的时候我妈妈一味的给老公加菜 夸老公优秀 夸老公是个好女婿 夸老公 等孩子出事了他就是好爸爸了 分后我想去洗碗的 婆婆很不好意思的说 她去洗 还说以后买菜做饭就让她来好了 一下子对我好了很多 婆婆在厨房洗碗的时候 妈妈和老公在客厅里有说有笑的 妈妈回去后老公竟然转了一百万来我的卡里 老公说妈妈告诉她一个好丈夫要把工资上交给老婆 我心里感动极了 趁老公去洗澡的时候我立刻打了电话告诉妈妈 妈妈说 傻女儿以后浴室要动脑子 别跟她们硬碰硬 要做到不卑不亢的 只要管好老公的经济 在家里就有地位 和老公相亲相爱的婆婆就不敢刁难 婆婆要孝敬 但是也不能一味的迁就 否则她就会得寸进尺 之后我渐渐的学会了 如何搞定婆婆害我老公了 婆婆再也不刁难我了 孩子出生之后 一家人过上了幸幸福福的日子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你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